好 民進黨敗選之後 最大的戰犯 我認為就是蔡英文 無可置疑 王世堅今天有特別講了 他上廣播的時候 直接點名蔡總統就是偏聽 我們來聽聽看 蔡總統 那他怎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我認為蔡總統的個性上 我認為有一點 偏聽 偏聽 有人給他錯誤的持續 說我看過了他沒有抄 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可能固定式的 是聽取某一些聲音 或者他接觸的人 就特定的某一些人 那這些人再給意見 蔡總統只聽某一些聲音 我們新聞大白話 講到喉嚨都破了 他也不聽 這沒有辦法救不了他 九合一慘敗 蔡總統到現在還不認錯嗎 還在檢討選民嗎 必須講歷史就是一面鏡子 來看看崇祯皇帝明朝 他滅亡之前留下的最後名言 他說軍非亡國之君 臣是亡國之臣 他認為這一切的錯都不是他的錯 蔡總統大敗意味著民進黨大敗 可以看到還有好多勇皇派 跳出來幫蔡總統說話 遠在德國的謝志偉 他用三千字的常文轟游英龍 因為游英龍一直在點名蔡總統 應該要下台 蔡總統是最大的戰犯 所以我們看到謝志偉怎麼說 他說你啊 游英龍啊 一再把蔡英文的黨內作為和決策 污衊 扭曲 為蔡總統主政下的台灣是獨裁 或是不民主的國家 你游英龍你羞辱了總統 也羞辱了台灣 欠台灣民主一個公道 那誰比較民主 誰的話是對的 誰的話有偏聽 有扭曲 大家都可以自行來判斷 必須講游英龍 這個游英龍老師他已經離開民進黨了 你離開民進黨 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 你不能罵民進黨嗎 那我們這個節目也要收起來了嗎 蔡英文等於台灣嗎 罵蔡總統就是不愛台灣 不投給民進黨就是不愛台灣 不投給民進黨就是不民主 這有這個道理嗎 大家想想看這個關聯性到哪裡 所以我們說謝志偉 他是一個勇皇派 現在當然黨內 包括民進黨的陳明文 也當然是一個紮紮實實的勇英派 勇皇派 他說你們不要再檢討蔡英文了 現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都是英系 我們努力守下來的 你看屏東 你看台南 你看嘉義 我們英系守下來的 那謝金河 大家知道這一位財經名嘴 他也一直幫我們的執政黨唱賀的 那選完了選輸了 他說這是選民無情的教訓民進黨 蔡英文應該逐漸放手了 不要再貨在裡頭了 檢討什麼的這些讓別人做 我們2024才有機會贏得總統大選 你要往前走了 苦林大哥他也常常發出正言 不過基本上他也是比較站在執政黨 比較站在蔡英文總統這一邊的 他說蔡總統已經兩年沒有提 任何原定的改革 過去說好的改革 你這兩年都沒講 也沒回應任何民眾 也不開記者會 連記者都進不了聲 何況是抗議的民眾 如果再放手一搏 只剩下兩個字評價 哪兩個字他沒寫 苦林大哥到底 哪兩個字要評價蔡總統 我們不知道 可是很多網友就自己自行腦補 有人說只剩下空白 只剩下白爛 只剩下空轉 那你也可以自己填控 蔡總統的抗中保台 國安危機解了幾個呢 一直在喊 一直在喊 可是我們台灣有更安全 還是我們台灣更危險呢 到底這個炸彈拆了沒 包括我們台灣的生育力 世界最低 這是國安問題 兵應延長到現在沒有定案 美國對台軍售積極 積壓 我們付了錢 好多武器都不給我們 以及最嚴重的最近這件事情 我們的矽盾 我們的台積電外移 人才都被掏空了 該怎麼辦呢 來看看台積電的劉德英 他呼籲了 他說你政府要關心 五年後的電夠不夠用 如果連電都沒了 大家真的只能抱團取暖了 只能燒柴取暖了 劉德英說 我不是專業 可是要政府來解決 明年的電夠不夠已經太晚了 而是要關心五年之後的電夠不夠 還記得嗎 過去蔡總統曾經講過說 2024年以後已經不關我的事 他會想到五年後嗎 他會想到五年後嗎 可是民間已經在很著急了 包括民進黨的神主牌綠電 民進黨的神主牌非核家園 2025本來喊出綠電 綠電要代表非核主20 現在已經跳票了 2025年的天然氣佔比50% 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恐怕更難達成了 蔡總統也不認錯 也不決定就放在那裡讓他爛 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情況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元能會也是問題一大堆 元能會的主委謝小欣 過去不是有很多被挖出來 可能有一些關於性騷擾的問題嗎 不過現在我們先看看 這個正式你到底做了沒 包括元能會要不要掌握 鄰國第四代核建的技術 而且在核安有審慎的規劃呢 那台灣我們的核能 或者未來對於核電發電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一個規劃 或是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美國全民因為台電付出代價大量 我們台灣的全民因為台電付出代價 大量用電 因為發電破壞環境 卻抵不過美國想要掏空台灣嗎 大家知道台積電這個晶片 這個產業他用了大量的電 大量的水其實為我們台灣 我們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我們犧牲了很多 可是美國人叫你來 你就來 叫你走 你就走是這樣嗎 白宮宣布了 拜登總統將會出席12月6號 台積電的亞利桑納 這個廠的上機典禮 把它做一個很大的事件來 這個作為這個annonce 他要對美國人民說 你看看台積電來投資了 可是我們台灣呢 我們人才外流的問題有沒有面對 年輕人也不敢出去 這個問題也是問題 這個是在PTT科技論壇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很多工程師告訴我們 其實你以為到美國去台積電員工 他有得到很好的待遇嗎 比較起來我們是二等公民 我們是二等的待遇 我們跟美國的工程師 包括假期 薪資 輪班 烤機 3000機會都不合理 那這個台積電如果不深刻檢討的話 這個美國廠真的要小心台積員工 你會跳槽 我過去台積電待兩年 我待遇比美積工程師差這麼多 我不會跳槽嗎 我不會走路嗎 我不會到英特爾去嗎 到英特爾去嗎 所以未來問題還很多 來喉嚨有一點不舒服的亮哥 亮哥 你先看看堅哥講的蔡總統 我覺得蔡總統這是最大的危機 就是他講話可能沒有人在相信 所以產經新聞 十百名副的報紙都公開寫一個標題 公信力重挫 你去想一想 你的秘書長林喜耀 出來講的民調你都是大贏 你最信任的最大報紙 還有人特別把它登出來 四項民調都是民進黨贏 你從頭到尾都相信這一些 最後全部都是假的 可是蔡總統有國安團隊 這個民調他應該掌握得到吧 重點就在於你是不是真的信了 如果說是策略性 我真是感覺不是策略性 是真的信 真的信 有一個什麼兩岸什麼什麼 菁英交流協會 他做的民調每一個都是大贏 民進黨都大贏 都大贏 你去想一想有這三個民調 你也知道電視的政論節目 一定會引述這些民調來大作特作 所以他就會傳散開一種假象 我覺得這一次給人家最大的 一種挫折感就是說 你怎麼會釋放這麼多假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那你不是每天看國安日報嗎 對啊 調查區 國安局應該要幫你收集一些訊息 沒錯 對不對 你至少會看到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還有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是啊 那你怎麼會這麼相信呢 那如果說 你給老百姓看的選舉的資訊都是假的 那你現在碰到了比如說缺電的危機 比如說我們那個彰化的陳秀寶 我覺得他滿有良心的 他就講到說 人家都在研究第四代核能 對 那為什麼台灣都不能碰 你台灣就說我們反核 所以所有的核電技術都不能討論 因為科學是一直往前進的 對不對 科技也是往前進的 那你不要用核能 你要用天然氣 天然氣第一個貴 那第二個 運進台灣的時候容易被中國大陸 給你抵制 封鎖 給你截斷 那請問你有回答過我們的安全問題嗎 對 你有回答過嗎 我們沒有聽到 安全部門 包括總統 行政院長 對天然氣進來台灣的安全問題 提過圓滿的解釋 我從來沒有聽過 對 那你說全電的問題你不面對 台積電 台積電人家也會擔心 說這個搞不好只是第一場 後面還有五個場 因為美國的計劃就是六場 對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剛剛又舉了一個事實 事實上那個事實 我大概兩個月前我就知道 在PTT有人講 所以台積電去 你的待遇比英特爾還差 對 那難道你不會被英特爾挖角嗎 所以你台灣人去 表面上是去美國的台積電上班 最終搞不好我們的工程師 只有一個一個被挖到英特爾 這是極有可能的 是嗎 對 這個問題你可以不回答嗎 你王美花經濟部長 就用那個很空洞的語言 說這個沒事 沒事 我根本要講你這裡還沒出現 我們的勞動部長 許明春 你有沒有面對過 勞保破產的危機 我們的勞保危機是2026年 就要面臨破產的問題 他到現在一年補了多少錢 我們有幫他算過 一年至少要補2000億 結果他現在一年只補200億 差太多了 然後蘇貞昌怎麼回答 蘇貞昌說大家不要擔心 反正政府就是會撐到底 你這是什麼回答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回答 勞保基金的破產問題 你這個是用政治糊弄 所以反正你就是領得到錢 那事實上是用什麼錢在資 用我們的納稅錢 借 借貸 所以我跟你講 我認為 我認為他現在真正的最大的危機 就是公信力的破產 從選舉的用假民調來騙大家 然後現在到了台灣所面臨的各種危機 你故意當化 不去面對 然後還故意用這種 樂觀的訊息來欺騙大家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是 真的很可怕 該怎麼辦 來 董哥 董哥你怎麼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 他現在是不是偏聽 其實很簡單 他看到的和他接觸的 的確就是那一批人 歌功頌德的 譬如說謝志偉這些人 你叫他去德國買BMT 他住的代表沒有本事 只會說別人在阻攔他 對不對 然後連盈永龍講話都不能 盈永龍過去也是跟蔡英文共識過 在兩岸他其實是有一些見解 他對於民調也很專精對不對 這也是大家所所知的 讓我們看謝志偉 每個一領50幾萬的薪水 當然要歌頌他的組織 大家記得那時候 美國的那個部長來的時候 把蔡英文 臭教習總統 結果他怎麼替他辯解 說這個花音就是怎麼樣 教強國人民說 他的花音是沒有錯的 他講的就是 後來人家的部長出來道歉說 我昨天花音發錯了 我講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他道歉 沒有 我告訴你 你在蔡英文旁邊 他現在用的就是這種人 就像陳明文這種人 對不對 陳明文享受所有蔡英文執政 最大的好處 他女兒出了一本書 幫蔡英文去選舉 各位你看到這選舉時候最好笑 蔡英文選總統的時候 陳明文他女兒去幫忙 綁完以後 選完以後出了一本書 我的老闆是總統 然後風靡 然後結果他有戰功 他就跑去桃園當青年級的局長 鄭文燦屬下政務官 這就跟陳時中這次一樣 陳時中選台北市長 我們這些大官的兒女 司法部長女兒 習中立的女兒去 法務部長的女兒對不對 蔡壁仲女兒去 習國勇的女兒都去幫忙 然後所有人都去 就是要有個功勞 結果沒想到陳時中選輸了 各位朋友 民進黨都在弄這個 蔡英文我不覺得她不知道 她只是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她聽不下去 現在就是這樣 各位你要注意 下個月10號就是蔡英文 不接受媒體網問的兩週年 兩週年了 兩週年她為什麼不接受媒體網問 因為她怕媒體突然問她的論文或什麼 因為她曾經被媒體這樣 她認為你突襲 那我平常跟你們也不錯 你突然問這個讓我難看 而且又是直播 所以她就覺得說 那我就跟媒體不往來 就變沒有信任 那她只要相信她的那些媒體 就好像大家講的自由時報 三明治這些媒體 然後她還要聽最好聽的民調 民進黨中堂會是找 中華亞太精英協會的負責人 到那邊去做專案報告 大家聽得好爽歪歪 對不對 跟看了自由時報一樣 自由時報最近被人家弄出來之後 他每個禮拜一都做民調 民進黨那些縣市都大贏 包括蔡世英也贏 曾蔭鵬也贏 對不對 那高皇安被丟在後面 你看自由時報的民調就這樣 那所以他們就看到了 都是最好的 最美好的 可是選出來是不一樣 那這些嫌疾的林林總統不談 你真正跟國際民生的這些 對不對 這些就是跟老百姓相關的 陳秀寶講 是啊 我們 為什麼台灣不能談和人 談的你就被這些網軍 被民進黨自己出征 因為他們已經把和人當作 是一個 反和就變神主牌 和人誰談的 誰就是跟台灣人為敵 危害後代子孫 那他不曉得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他現在台灣被人家掏空 逃到怎麼樣 現在台積電的問題 其實都談很久 你知道今天的彭博 彭博今天發一個獨家新聞 說12月6號 台積電當場會宣布 他們在美國做4奈米 這是彭博最新 就要直接在上機典禮 就要宣布做4奈米 今天彭博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獨家消息 就是在拜登總統來的這個現場 那接下來他下面還寫 寫了其實就是張忠謀前陣子 他們的廠旁邊會做3奈米 所有高科技 因為蘋果這些廠要求 所以台灣其實是被掏空 現在台積電應該改成美肌店 是不是 那不只青年外流是個問題 我們的科技最好人家就是要 你政府完全束手無策 當然那是下一代的事 我知道 對蔡總統來說 那個已經不關他的事了 關我的事 一直談台積電 人家董事長都說了 台灣的電快不夠用了 電都不夠用了 他要不要把廠搬到電夠用的地方 答案就很清楚了 因為對台積電的佈局來講 我不管他叫做全球佈局 他讓我這個公司能夠營運得下去 這希希做得很好 說2025年 我們的整個人員的規劃 20%綠電 50%是天然氣 另外30%才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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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個人規劃 按照民進黨的政策裡面 到2050年 我們叫靜靈 就是靜靈排炭的一個要達到的標準 我們去看2025年怎麼達到 已經不知道如何達到了 所以才會有立法委員提出 說的第十代核電技術 這個技術我大概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所謂SMR 什麼叫SMR 就是小型模組化的反應爐 按照現在世界上研究的趨勢 這種SMR這種技術 小型模組化的反應爐 要2030年才能夠商業運轉 我為什麼要把這2030年說出來 是因為2030年 離2050年還多5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2025年 這個目標是達不到的 那個時候台積電會在台灣設廠嗎 因為你沒有電給我用 我會在台灣設廠 我幹嘛要在那邊設廠 所以今天把台積電逼出去的 我們現在政府是個幫手 一個明顯的幫手 我們把SMR 大家要談SMR 我把SMR多說一點點 給觀眾科普一下 所有的東西 都是按照一定的能量在運作的 你會小型模組化 就是小模組 它的硬的濃度就比較高 有多高 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現在一般來講的 像核電廠的反應爐 它那個濃度是5% 可是如果今天SMR要到20% 我跟他講個故事 當初伊朗 他提煉出20%的核原料的時候 就被美國盯著要活了 他現在已經到了60% 他如果到了90%就做核彈了 我們台灣會被允許擁有20%的核原料嗎 不要想了 5%就會被人家管制 就被管制了 怎麼可能有20%呢 而且3%到5% 所謂3%到5%現在核燃料在運用 它低於3%就是民進黨所宣傳的 高階核廢料 那你想20%的核廢料會多高 那你現在都這樣反核 台灣怎麼會受得了 這種東西存在台灣 所以有些東西 其實重啟核是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有些東西被政治體搞到這個樣子 我真的有點在看自己笑話 我們將來我們能源政策怎麼走 好